请问凡是道场是否应早晚上乡 大众固定做早晚扩 若无常驻道场的同学 是否应将分配职工义工 将上乡做早晚扩 列为固定的工作旅行 这个是每一个道场建立自己的规律 每一个道场都不会完全相同 要看他的生活环境的许可 那道场大小还有内外云都不一样 道场人数也有关系 修学的发门也有关系 修行的目标都不一样 所以要方方面面考量之后 早晚扩一定要做 最简单的早晚扩是三规律 我在早年出学佛的时候 跟参云法师住毛棚 毛棚只有五个人在山上 交通是非常不方便 五个人三个出家人 参云法师 还有一个就普妙法师 现在都还在 还有个大宗法师 这三个法师 两个居士 一个朱金州老居士 七十岁 另外就是我一个 我那一年好像是三十岁 朱老七十岁 所以我最年轻 又是在家居士 所以我就变成 薄棚里面的长工了 什么工作都要我做 洗衣服煮饭 这个清洁环境 山上不要砍柴 去捡柴火 不要挑水 我们从山上泉水 用个柱杆 把柱子打通 可以留到这个毛棚里面来 那么自己种菜 一个人搞啊 我在山上住了五个半月 所以那个时候 参云法师规定的 在家出家都一样 早阔 大家共同的早阔 就是三规矣 共同的早阔 过别的早阔 是过人做出过人的 我的时候出学佛了 他教我拜佛 我的早阔是三百百 那念经的时候呢 念阿弥陀经 自己念 不出声音 不饶乱别人 过人念自己的音 都不出声 拜佛 过人拜过人的 你拜的快慢 不干扰别人 不必 瞧 一瞧 一瞧 一起拜 不是的 过人拜过人的 拜的快的 速度快的 大宗法师 拜的最快 他一天 拜一千二百百 我那个时候 在山上 一天 拜八百百 这个参云法师规定 早晨 拜三百百 晚上 三百百 中午 吃了午饭之后 拜两百百 早晚扩的时候 共同的 公扩 一起做的时候 翘发起 就是三规 这很简单 这是看你 道场大小 如果人多了 当然就是 这个 公扩 可以 多一点 可是我们的 公扩 并不少 共同 出声念的 就是三规 就很短 那么像这些 都是可以 值得 做参考的